一种偏 偏空 万法都虚幻 社会没机会 不要接着啦 贵人叫吃 他讲的是空 结果他否定了因果 那这个是邪见 佛陀说 宁可你不了解空性 你还是要相信因果 所以当你回到自信本性的时候 代表一种清静无分别 对所有众生的感恩 了知所有众生都是我的父母 这个叫我们的佛性 本性 所以成佛就是了解这个 佛陀在成佛以前 开发了宿命通 原来所有众生都是我父我母 了解这个 所以无一不是 但是所有众生都有佛性 但是这些父母众生却不知道 那各位要随时保持在这种空性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念奥马尼变命后 他就让你安住在空性 当这个人对不起你的时候 当一个逆境烦恼欲望来的时候 赶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都可以 佛佛道同 都是在圆满空性与大悲心 求佛加持 让我们 因为我们离开了正念 起了分别心 你就要救回来 所以 如果能够随时保持这样子的正念 就能够生起无所缘的慈悲 因为见到自心本性 是一种极乐的经验 念一下 阿弥陀佛 恩阿弥陀佛 恩阿弥陀佛 爱死的本色 恩阿弥陀佛 爱死的本色 就是阿弥陀佛的大乐心态 跑到你的心态 从阿弥陀佛的大乐心态 来给对方 有阿弥陀佛的大乐心态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 是安住在佛性 所以 这个经验 让你了悟大乐 确实存在 也同时了悟 有无数的众生 不曾见到自心本性 也就是说 今天你已经安住在大乐 但是却看这么多众生父母 为了追求世间的快乐 才生死轮回 甚至将来还会堕落恶道 但是他不知道 他本心里面就具足这个大乐 这个空性 这个菩提心 这个如意宝 就像《妙法连华经》说 众生就算是乞丐 他本来就是皇帝 众生就算他是 是个凡夫 他本来就是老板的儿子 所以佛的儿子一样 只是众生迷思了 我们要透过善巧方便 让所有众生成佛 所以讲一称法 佛成佛就是要让众生 开示误入佛性 成佛 但是我们一定要安住本性 但是安住本性也要透过慈悲 你不断的 虽然我们现在是有缘慈 有缘悲 随缘 但是要从有缘而达到无缘 从不断的思维 不断的去体振 不断的去接触众生 而达到这个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比如说各位你在放生 你去帮助贫穷老人 你会说我在帮助他 他离开贫穷 而忘了你对你自己 所以每一次的奉献 每一次的付出 都是为了 当然为了对方 更要为了自己 因为我要自己要开悟 我要自己挣得空性 我要断除贪生吃 所以不然我就没办法达到 无言大慈大悲 也不知道快乐 当我们一直在描述世界好苦啊 好苦啊 当然搞了一大堆变成悲剧的世界 这也不是一个积极的想法 这个苦是世间的苦 世间的贫穷 这是一个世间的贡业 那五着二四本来就如此 但是你要从苦里面 让对方找到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是超越金钱 超越肉体 超越生老病死 所以要用这样的积极的心态 所以你没有这个痛苦 众生怎么会觉悟呢 因为痛苦的本体就是佛性 快乐的本体 那也是个佛性 要让对方 不管用快乐找到自信 用痛苦找到自信 都可以 所以第三 尚未证得自信本性的人 都在受苦 所以哥哥你要觉得 我好可怜啊 我好可怜啊 我怎么还没有证得自信本性呢 开悟呢 禅呢 空性呢 真如呢 忠道啦 反正大手印呢 什么名字都有 但是你要说 这个要抓住 但是不要为了抓住这个 而离开众生 因为你要达到空性 那你必须对众生 不失慈见 忍入精进 消除妄念的禅定 在不离开众生 你才可以达到自信本性 波罗智慧 所以当你了知这一点 在正的真实快乐的同时 广大的悲心随即升起 所以为了 我们现在是有缘词 世间的慈悲 为了要达到真正的大慈大悲 在我们以世间的慈悲的 实践的时候 终于可以达到 真正的大慈大悲 所以在付出的同时 来消除自我 就刚刚讲了 从布施里面消除迁滩 从慈戒里面消除毁饭 从忍辱里面消除 自我的称慧 而且还要精进去做 精进消除自己的懈怠 还要保持正念 禅定消除散乱 在利滩的过程完成自利 最后才能够 正的波罗波罗蜜 正的波罗波罗蜜以后 你才可以真实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 方便的去度众生 为众生发愿 所以叫愿波罗蜜 利波罗蜜 最后达到圆满的 福慧圆满 叫佛的治波罗蜜 所以第四 要生起如此的大悲心 首先你必须挣得心的本性 也就是说能体验在不赢不惧的状态 各位 不爱也不恨 不执着也不 不讨厌 得癌症了 不赢不惧 老公有钱了 也不要骄傲 老公有外遇了 还是接受 不赢不惧 所以保持 看到它发生 从这个发生里面 了解它的真相 从这个发生里面 产生慈悲 所以念头与烦恼 如何消融于 恒常觉醒的不动虚空中 所以天上的云 彩虹 下雨 它只是一个因缘果报 的存在 它本体还是不离开虚空 那这样的情况 那生病也是快乐 死亡也是快乐 有也快乐 没有也快乐 那这样你的悲心 才不会有压力 保持在这种状态 那所以你 我们修行不是说 每天就 只看佛经 我们修行是要把佛法的内容 化为生活 你在跟一个打麻将的人 你在跟一个老板 你在跟一个穷人 一个生病人 这个都是法 同这里面让他看到 你可以超越心脏 并贫穷的本体 从你的病里面 如何去帮助更多受苦的 那你要利用万法 他是校长 他是老师 他是政治人物 他是穷人 那你这些东西 都可以应用这些原则 所以 那么 在这种状态 透过你的烦恼念头 都可以进入你的空性 喜悦的本性 那当然 各位我说这个 我们不一定 大家都了解 连我也不了解 胡作八道 但是呢 至少我们很努力啊 我去帮助别人 我更要帮助自己 因为我要帮助别人 就是要成佛 正的空性 那我不能离开这个动机 然后呢 也感谢对方 让我有机会 像我老师说的 我如果坐在台上 我跟他当机很快乐 很平静 如果一下台 没事干 没事干 我就要找很多事 赶快写牌位 赶快去做做阉供 赶快去上网 去查哪里有灾难 这样 但是 当然我也很会打坐 但是打坐 我就是在思维众生苦 但是要了解 这些都只是我们修悲心的助缘 这都不然是很虚 不管做大事 我们是乎买 这都是虚幻的 但是你要透过这些事情 去了解 空性 空性你要达到自心本性 你要有逐温啊 但是你不要以为 我还要说一遍 虽然我们一直谈自心本性 有人就落入 什么都不干了 每天在那边打坐 每天在那边修 我赶快达到自心本性 不然我就不能慈悲 他舍弃了众生 他不去帮助众生 他去不去帮助众生 舍弃众生 然后孤躁寡 为了要震的这种 孤躁的毫无意义的空性 这是不行的 所以再念一次 来 悲至双运 不离众生 不离佛力加持 所以呢 你要发普利心 大悲心 不离佛力加持 不离悲心 你才可以震入空性 这个叫念佛 念法 念身 舍弃菩提心不行 舍弃悲心不行 但是你要知道 那你求佛加持 跟帮助众生 这样你才可以成佛 那成佛以后 你才可以就近帮助众生 第五 当证得时 你将自然而然 对尚未证得心性的人 生起无所缘的大悲心 也就是说 一个人 如果没有一个平定的空性 踏着佛力 他没法生起 真正主必心 但是呢 我们就是为了要达到 一个真正无所缘的大悲心 所以我们现在 要透过众生 去练习慈悲 感恩众生 对诸佛要礼尽 这样才可以消除我慢 所以按照普贤十大愿 按照六度波罗命 所以众生 若是无法正的 无造作的大乐之性 必然会受苦 所以你现在已经 已经 已经站在有水的地方了 看到很多人还在沙漠 了解吗 所以 为了要帮助众生 那你要 安住在空性 所以 但是 你要安住在空性 必须从相对的 我们现在 在帮助众生 不要执着在帮助众生 我是在帮助众生 结善缘 希望我赶快 正的佛性 我才能够 就近帮助他 所以 现在是去累积功德 然后感恩众生 的这种变化无常 但是 你现在已经了解 空性的重要 我们要对自己慈悲 所以我也要正的空性 我更希望 透过这个帮助 因为你 你把全世界的钱 全世界的钱都给他 他成为地球首富 你让他一辈子都健康不生病 他也还是在轮回 世间的再大的福报 还不如天人的一点点小福报 所以 不要一直忙于这个事情而已 但是也不要舍弃这个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帮助他 是为了解决他暂时的痛苦 但希望他得到究竟的快乐 如果他有一个 一个佛法的修行 两密度或是空性 他都无所谓 因为他超越了 这就是出家人 出家人没有钱 没有爱情 没有家里 他为什么可以过得自在 不需要钱 因为出家人安住在 智慧与慈悲 那出家人的生命就很快乐 第六 骑上慈悲之马 证悟功德将日益增进 各位同学 各位慈悲心要像马一样的奔腾 如果你要达到 证悟的功德 所以那你要天天去慈悲 那这个慈悲要知道 不能执着在慈悲上面 慈悲是 对你自己来讲 是为了达到自义的波罗蜜 然后也跟对方结下善缘 所以第一 我们必须了解 佛性和其智慧 本来就在自己心中 但它其实非常简单 它就是那份 投注于世间 出世间所有活动的觉知 就各位警告给你们 世间是纷纷牢牢的 乃至呢 你在佛法的修行的 出世间法 那你要了解它的目的 所以 那你现在生起贪心了 你也不要去 讨厌它消灭它 这个贪心是自然的 你看到漂亮的东西 你怎么看一下 你看到个帅哥美女 你都看两眼 但是 你会生起这个贪心 就像我在网路上 突然出现一个 性感没穿衣服的镜头 没办法看报纸 你总要了解 但是呢 不想看它 因为它是我妈的 众生都是母亲 结果她没穿衣服 所以 那你要感到 看到她的佛性 然后也来对峙自己的分别心 你要借这个机会 修行 所以也对对方 生起一个悲心 所以 并不是说 讨厌这个 而是说 找到 从这里面去 去让自己的心性安定 但是你不可能多看两眼 因为 五着二次 你没法度 除非你已经 完全像佛一样 正入空性 没有分别 你只是对它产生悲心 我们凡夫 没办法 但是你要 了解 这个起心动念的本体 你就是让它安静 安静 停下来 你看到这个本体 也是个变化无常 这样而已 第二 如果 我们以我职之心 骑成我职之马 只会在轮回中 不断向下沉沦 不停地 彷徨流转 所以不要有目的性 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有目的性 我们做什么事情 对自己 消除我职 对对方 慈悲 也希望对方 进入 无我职的 自信的快乐 但是不能有 交入各种的想法 有分别心 有限量的想法 但是若能其上 慈悲之马 便能在佛的 证悟功德方面 日益增进 从化身 报身 到法身的持续 向上前进 直到圆满证悟 化身就是慈悲了 报身就是功德了 那法身就是圆满到 悲之双运的空性的状态 那我们要从 有缘的慈悲 然后呢 圆满慈悲 进入无分别的慈悲 而且佛陀的慈悲 是永恒的 佛陀不是说 他没有在慈悲 有在慈悲 佛陀是永远在慈悲 就像我们把阳光当作慈悲 就像我们把阳光当作慈悲